法令的調整跟趙宜祥無關 法令的調整是有關於 副大使的部分 副代表的部分 所以政治組組長的任用上 沒有法令的調整 沒有法令的調整 其實在華府 因為我想介大使 以前在華府也待過 在華府的部分其實 我們現在是因為把趙宜祥 因為他年輕 然後所以他認為 是不是不合這個婆婆 他剛才沒有提到他年輕 他沒有提到他年輕 你等我把它說完 就是說一種是說 他是不是太年輕 所以能力不夠 一個是說他現在去做姿意 是不是不符合 這樣的一個派用的相關的規定 他併用 我要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在華府 當時因為中美斷交的關係 算台美斷交 如果我們現在要這樣講的話 當時的中美斷交 其實引起了很大的一個風潮 所以當時其實在 我們的華府的 相關的代表處裡面 其實也不只一位 很資深的姿意 他其實是扮演很重要 國會聯絡的工作 我想你知道我在說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這跟年紀無關 因為他已經非常資深 即便他當時做的時候也很年輕 可是現在成為台灣 你是說他也做政治組組長的工作嗎 可能至少做到副組長的工作 沒有 他就是姿意 姿意就是姿意 組長就是組長 這兩個不同的職務 這個我實在是不好去提人 因為人家外交官的第一線 他不見得希望我去提他的名字 沒關係你應該直接提 反正這件事情都可受公平 我們現在光是在國會組 即便你那個時候在的時候也在 就是說我們的國會組的 當時的不管是副組長 或你講的這些主管 他對外只是一個對外的名稱 表示說他告訴美國人說 我現在這一位姿意 他基本上雖然沒有文官資格 但是是我國 我們國家認為要派用他 在那個地方擔任這樣的工作 只是因為他現在今年累月後 不管換了哪一個朝代 他都被重用 所以他現在繼續擔任 相關主管的工作 所以要回頭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你剛才講的其實有點複雜 我把他講話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家認為趙怡翔擔任 政治組組長這個職務 有違法的問題的話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也有人擔任過類似的職務 所以這是一個慣例 到現在還是 所以並沒有 他現在還在當 對 所以我補充一下 姿意是放在組裡面 他的公文要給副組長看 要給組長看 所以他不是單獨在外面 以姿意名義就對外了 外管是一個非常嚴密的組織 他今天姿意的話 他分到國會處的話 他寫了任何電報 要給副組長去過目分開 然後再交給組長 所以組長是姿意的上司 這一點就是 我很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您在懷府待過 你怎麼會在這一點 做了不是很確實的分析 就是說現在的姿意就是 監主管職的這個部分 從多年來就是如此 他已經說以前就有 職業主管 職業人員是不能做主管的 這個是我們 人事法規的一個基本原則 我們的政事實稱 他就是姿意 不管他叫做趙怡翔 還是其他你在以前花府的同事 至今不管從過去的 我想中美斷交 已經40年前到現在 還是包括經過 從陳水扁 英九到現在蔡英文 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我要強調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法令上的問題 早在過去馬總統 或陳總統的時代 早就有法令的問題 民進黨以我對蔡英文的了解 跟吳釗燮的了解 我們有可能會大膽的任用新人 如同當時馬英九 大膽任用金普聰 在總統府裡面 大膽任用了許多年輕的一輩 擔任主委 對 沒有 我要強調的是 包括羅志強他們這一批新秀 後來變成很優秀的人才 你是要舉個例子告訴大家說 其實過去在華府駐美代表處 用姿意當主管這件事情 是早就存在的慣例 你是要說這件事情 在國會主校現在都還是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一個 你們兩個是有一個很大的 事實認知的姿意 我們意義就是姿意 我在當國會主 我在當政治組長 我的手下就有一個姿意 是劉美的法學博士 他做我的姿意 那你隔壁的國會主組長 是一個姿意嗎 哪一位 你是政治組組長 另外一組叫國會主組長 他是一個姿意嗎 不是 從來沒有姿意做國會主 或者政治從來沒有 我保證沒有 我要確認一下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駐美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政治組 一個就是國會主 就兩個組 他們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的姿意的本身 本身兼任所謂的政治組也好 或者是組長也好 副組長也好 這個部分基本上 是沒有法令上的問題的 蔡大使的澄清是說 沒有所謂姿意 可以兼任組長這件事情 因為組長的職務 跟姿意的職務 一個是聘用 一個是派用 是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兼任的可能性 可是那你舉一個例子 到底是誰 對 我現在就已經有告訴你說 在華府的國會主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由姿意來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任用 組長嗎 組長 至少是副組長 姿意就是姿意 沒有組長 對 沒有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 實在有太大的差異 太大的差異 但是我要回頭講的就是說 不可能會有任何的這種 姿意所謂去 佔用事務官的名額 去做出這樣子 一個違法的室友 你剛剛不是說可以嗎 你剛剛不是說 姿意可以當組長嗎 對 我說所以沒有這樣子的 一種違法室友的可能性 就是說姿意當組長不違法 我認為在外交體系 這麼嚴謹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探討說 趙宜翔他這樣的一個任命 有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 因為畢竟我們做關鍵的 外交任命 可以贏了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 姿意到底能不能當組長的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把這件事實釐清 到底可以還是不可以 在法律上沒有不可以的這個部分 你就是跟介大使的說法不一樣嗎 法律上是不行 不可以 這一點法律上不可以 我們這一點有 但你舉的是慣例上可以嗎 慣例上也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有那麼極大的差異 慣例上也沒有 他指的是慣例上有 他說例子很多 哪有 你就舉個例子 我插一句話 慣例 這個韓國瑜跟陳其邁辯論的時候 他是陳其邁的智庫 他是辯論比賽冠軍 所以當他投降吧 你還跟趙天霖辯論 沒有 這一點不要這樣說 就是說這一點的話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所得到的資訊是如此 介大使當然比較資深的外交官 或許我們就是說 今天我也公開這麼說 你也公開這麼說 或許我們節目會後 對 我們可以去檢查一下 就是說搞不好 我們其中有一個人的認知 或者是了解並不正確 也不一定 也可能是我 但是問題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就我的理解就是說 這個任用沒有問題 你說你可能正確 我跟你講我百分之百正確 那謝謝你的自信 謝謝你的自信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你們兩個要不要賭個雞排 還是牛肉麵之類的 可以 歡迎 賭了到底是怎麼樣 這些文官 這些虛無官 美國的駐美代表處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在駐美代表處的 政治組的組長跟國會組的組長 從來沒有聘員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聘用過 對 從來沒有聘員去當真的組長 因為他是文官的制度 因為剛剛其實已經講到有點 各說各話了 天霖有要報告你那個人民到底是誰 從來沒有 我跟大家報告 剛剛特別有講到 我現在就是 讓觀眾試圖能夠理解 最近大家在講 什麼黃靜穎 潘恆去 我就只是講 剛剛天霖哥講到的 羅志強 王玉琦 他們憑什麼當總統府發言人 而且我現在也跟大家講 總統府沒有發言人這個職缺 都是秘書 因為總統組織法裡面 沒有這個位子 現在一個人叫黃崇燕 一個叫林鶴銘 是總統 蔡總統的發言人 他們都是政治任命 所以羅志強跟這個王玉琦 不會到了蔡總統 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還在當發言人 是不是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蔡總統跟馬總統的 同一個時期的 這個公公事務室裡面的科長 還是同一個人 他的攝影官在幫蔡總統拍照 他接見 還有拍馬這種接見 還是同一組人 那就是事務官跟政務官的差別 我請問剛剛大家在講 金普聰 我看到網路上還有人在做圖 就是說拿趙衛翔比馬英球 拿趙衛翔比金普聰 金普聰當駐美代表 他下面的政治組組長是誰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查 國會組組長是誰 都是事務官 不會去政治 大家不會講說 現在金普聰去了 金普聰他派誰去當政治組組長 他自然有他的 像這個介大使 他過去也當政治組組長 你的歷練一定到了程度以後 我們也在講 像蘇啟成 他都是在這個 就是助治代表處 跟這個亞太斯在歷練 所以他在日本 他算是高級的事務官 過去像我講的前任Johnson 他就是在北美司 跟駐美代表處 所以他歷練 他也不會碰一下 跑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發生在說 你用政治任命 去占那個文官缺 這出現了一個漢格了 沒有人去管他的薪水 是28萬還是25萬 在這兩天 新聞建築報端之後 我也就公開講 公眾處以前叫做新聞司 現在叫公眾處 外交部的公眾處 不斷的打電話跟記者溝通 你不能講他28萬 因為他裡面的 那個房屋補助的部分 是一拿到就交給房東了 所以不能講 我們現在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哪一個人 你拿到薪水之後不是 要去買奶粉 買尿布 交房租 要車錢 貸款等等 誰不用花這些錢 也要買充氣床 所以今天我就說 過程 我上禮拜在討論Vincent的時候 我都沒有覺得他不是任 我覺得這樣不宜 而且是政治人民這樣的文官 會引起基層外交官 在上個禮拜 我覺得像大使 還有像賴老師這樣子 對外交非常閒熟的 專業人士會認為不妥 一般民眾可能還不太清楚 但從這個禮拜開始 他已經變成外交無印寧了 因為他拿他的薪水之後 我沒有那麼高 我才15萬 這件事情 徹底的讓全民都印了 拳頭印了 你怎麼會用這種方式 去算你的薪水 如果這種方式算的話 賴院長他剛剛離開 現在蘇院長來 你不要講什麼30K 22K 大家都2K 甚至0K 因為你領3萬塊的人 他可能都花完了 他又要房租 又要房租大家又要幹嘛 他要花很多錢 怎麼會用這種方式來算 而且他今天 這件事情有因為 他發了這個臉書之後 就讓這個事情 就已經消米無形嗎 提油救火 所以這更不是一個 資深前線外交官的 他的謀略跟他的沉穩 在他身上看不到 第三點大家要講說 可是美國代表處AIT 駐美代表處的 對不起 就是AIT 就是在台北辦事處 對 馬治安也發言挺他 我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是論交情 還是論兩國的關係 我就還在觀察 如果是美國方面 明確挺這個人 我覺得反倒要小心 因為今天趙玉祥 不管他 他如果去當 我先跟大家說 如果他當初就按照 吳釗燮的計畫 讓他當副代表的話 反而沒事 你就政治任命 他當副代表 或甚至直接讓他駐美代表 我講了好多次 都被人家笑話 說你太揶揄了吧 不是 如果真的 蔡總統跟吳部長 覺得這個趙玉祥 他能堪大任到 今年的最後2019年的台美關係 都得靠他一個人的話 就讓他當駐美代表又何妨 這才是正確的道路 然後他當駐美代表的同時 他下面還是有那種 歷經將近20年的 政治組的組長跟國際組的組長 在幫他辦事 他交代下去 我可能沒有你那麼懂 華府我根本沒有來過 可是我不用來過 你們很熟 我是政治任命 我代表總統 我下命令 使會以後你們去做事 反倒比現在問題還小 現在問題是想讓他當副代表 又怕大家會罵 就縮為政治組長 可是你站的是文官缺了 現在外交官基本上素養 我說為什麼 外交素養非常的重要 這一些在去年的 Johnson他離開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副組長 那個人歷練有沒有15 20年 他其實是最有資格 也可能被考慮要去接上去 當組長這個人 以及現在在北美司的 相關的副司長們 他們可不可以去調去當組長 都可以 可是他們都被架空了 跳了一個趙義祥來 他們有沒有出來放炮抱怨 沒有 這就是外交官 而趙義祥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還跑去跟小編比戰 這不是一個沉穩的外交官 剛剛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我不是介大使 但是我跑外交的資歷的過程當中 我沒有看到一個像這樣的事務缺 被政治任命去派的 你可以聘人 聘博士 聘當地的專才 跟正常關係很熟的人 但是那就是聘員 不會當主官 我可不可以回應 因為剛剛都講到雞排跟牛肉麵 然後輝文又說 把那個辯論都講進來了 所以你真的要賭雞排了 我們可以賭高雄的牛肉麵好不好 高雄要發大財 這樣子 我先回應一下韋翰講的部分 我反而認為如果以宜祥 他過去雖然當然國安會辦公室 秘書長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外交部部長辦公室的主任 除了那個人都叫吳釗燮 以前在秘書長 就是吳釗燮擔任 我們民進黨秘書長的時候 這個秘書本來就在國際部 也都是協助吳釗燮的處理 對美的事宜 所以他如果從政治組的組長 用剛剛講的聘用資義的基要性質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來 以組長名義對外 這一塊我覺得既沒有合法 也合理 以他的歷練來講也比較適合 反倒是現在修法通過後 我們如果讓他用這樣子 一個政治任命的方式 把駐美副代表的位置派他去 我必須在這邊先公開講 我覺得不適合 還是比較適合 由現在其他可能更資深 你為什麼要修法 把副代表放寬 是可以政務官員用 那不一定是要趙宜祥 他的政治是用 像以前李英元他也曾經擔任過 因為他以前流亡海外 他對美國相當的熟悉 所以他以前就是用這樣的法令 是後來馬英九的時候把他重新修法過來 我們執政之後再把他修法回去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李英元可以趙宜祥不行 我認為可能在相關的資歷上 他如果現在用政治組的組長 因為他不管是各方面的條件 可是我有點聽不懂 因為駐美副代表比較重要 如果你覺得趙宜祥的專業這麼重要的話 我認為他的專業各方面的能力 現在在這樣以致意 聘用致意的方式 擔任政治組組長 對他現在所有的歷練來講 火火剛剛好 他如果擔任駐美的副代表 我反而認為並不適合 你會不會超越了外交部部長的職權 覺得是不是剛剛好 這是外交部部長的任職 我跟大家一樣我都可以評論 所以我們的牛肉麵 我想要邀請這個 介大使來賭的是 他是一個 剛才這上面有寫 聘用致意 可以以組長名義對外的這件事情 可以評論他適不適合 但絕對沒有違法 不是叫做組長名義對外 他就是接任組長的這個工作 等一下 我沒有 所以我補充一句 因為其實天英哥講的沒有錯 可是你不能去佔原本 因為他是編制內的 做美代表處裡面 就是有國會組跟政治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是 這兩個城市 我把它講完 總統府沒有發言人 可是台北市政府 像黃靖穎他也是 他也是掛秘書 但是我柯文哲叫他副發言人 你們就可以這樣稱呼他 可是事實上 他在編制內他叫秘書 羅志強還有現在的發言人 叫林鶴鳴還有黃崇燕 他們都是總統府秘書 你把他事邊拿出來看 總統府組織法裡面沒有 所以今天趙宇翔可以去那邊 譬如說他可以另外 給他一個稱呼 你不要去站到編制內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每一個人的 權力來源搞清楚 馬英九他是選票 得上來當總統 蔡英文總統也是一樣 所以他今天可以 任命下面的官員 可是他不能說 我今天任命一個人 直接讓他當副總統了 不行 因為那個是必須 權力來源先搞清楚 所以今天政治組組長 跟國會組組長 他們就是文官體系 歷練上來的 也不會有人去想著 為什麼 因為文官體系是不分黨派的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我們都為國家效力 我們是資深十幾二十年的歷練 今天你用一個政治任命 剛剛也知道就是 這是機要職的 類似組長性質 不是 你就國會組 跟政治組這兩個組長 你不要去占人家的文官缺 用政治任命占文官缺 就是這件事情的最大錯誤 錢跟年輕都沒有問題 不過天林的命題是說 過去就是這樣做 沒有 而且沒有違法 他說過去就是這樣做 而且因為介大使 剛剛把它形容成 這個是違法 而且需要監察員調查 所以我們兩個的這個命題 必須要先勾計起來 我們要確認 到最後還可以檢驗說 到底是誰 可能認知上或 這有幾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 其實過去有這樣子的一個慣例 過去就已經違法 一直違法到現在都沒有人改 那是一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其實從過去的任用也沒有違法 然後所以現在的任用也沒有違法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 過去沒有這樣的慣例 趙宜祥是第一個這樣子的慣例 這是三種可能性 你們的牛肉麵自己怎麼賭 待會兒自己協調 我希望她們能夠 有多減少 如果這是一個不穿熱的話 還是一個不穿熱的話 然後再次追登 再次追加 北京的貿易 aan 西域